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星陈伟霆过去曾推出过不少好歌 也因演出电影《老酒门儿走红》 凭借帅气外貌、高挑身材 收获大批粉丝的喜爱 日前北京一名房屋仲介 在社群平台发文透露 募集陈伟霆因违规停放机车 而被管理员训化的场面 接着该名仲介还公开了 陈伟霆被驯化时的照片 只见他身穿简约T恤、黑色外套 头上戴着一顶帽子 手上拿着包包 整体造型相当休闲 最有趣的是 陈伟霆被驯化时整个人比直的站着 双腿还弯成了内巴 乖乖聆听驯化的样子 引发网友们的爆笑 纷纷调侃他这个样子好逗趣 更有人笑称 他的名字都叫陈伟霆了 犯错似乎也是合理的呢 也有不少人大战管理员 一视同仁的态度 并没有因为陈伟霆是明星 而纵容对方的违规行为呢